我們看看第一題 它氫原子核在基碳時 它的電子軌道半徑多少 我們那個氫原子模型 這個能階我們喜歡把它記起來 這個是N平方分之多少 -13的5.6 這是電子不特 我們知道這個行星模型的話 它電子的總能等於位能的一半 不是 總能等於位能一半 等於二分之一 二R 二的話現在是AR 這是頗有半徑 二R分之一是KE平方 這負的K多少 KE KE平方 那現在的話 我兩邊出一個E 這個電子 這個電子出一個E 這個單位就是福特 這兩個都標準單位 那現在這個A的話 這個A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多少 這A是等於E 等於是 2乘以13.6 9乘以10 9次彎 再乘以1.6乘以10 9次彎 再乘以1.6乘以10 我把它算一下 這是9 乘以多少呢 1.6 除以2 再除以13.6 等於多少呢 0.529 大概是0.53 0.53 所以是0.53 這個叫波偶半徑 這是第一小子 第二小子 我們看它的速率 它的那個速率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做 速率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做 就是 A平方 分之 Ka平方 電力 等於多少 等於1分之1 等於m m 乘以多少 乘以A A4 A4 V平方 A1 所以速率 V好 就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根號 K1 平方 m 通通把它帶進去 我通通帶進去的話 就是 9乘以10的9次彎 m是9.1乘以10的乎31次彎 在乘以0.53I 乘以10的乎31 這5.53X10的乎11 再乘以1 1把他起來換 1.6X10的乎10就是彎 這樣的話 就會等於多少 V好 就把它算一算 算一算以後,會等於2.2乘以10的6次方公尺 這是第二小題 再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物質波波長多少 因為A我們已經算快了 這二拍A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蘭達 蘭達1 所以蘭達就等於多少 蘭達就等於 0.53乘以6.28 因為3.14乘以2 0.53乘以6.28 3.328 大概3.3 3.32 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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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